我身边就是全新的奥迪Q3 这辆车的年轻人的口碑一直是非常稳定 现在它进行了一个换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 非常大的嘴 并且你侧面能看着这嘴是突出的 很嚣张 前面像四个大牙一样的标志 同时这个外观套件是S-Line的版本 你日常买到的普通的版本 应该没有这么夸张的这些的绕流套件的外观 这是前脸的视觉 我们来看一下侧面 侧面视觉能看见2355019的5V的轮子 样式我觉得中规中矩吧 这个样式 枪灰的颜色还是不错的 这个侧面的视觉显得还是挺大的 因为它的轴距2680 并且中规版本不会再提供单独的长轴的版本 就是Q3没有L OK 发动机层面 这个车配1.4T还有2.0T高低功率两个版本的发动机 然后至于这个发动机 咱就不再赘述了 大众的发动机 你就是很烂熟的了 我们来看一下尾部 高配现在是一个电动门 中低配肯定是没有的 打开之后 这个后备箱对于这个尺寸的车来说 后备箱绝对不算小了 很大的一个后备箱 地板下是备胎集这么厚的一层储盒的空间 两侧还有储盒的空间 所以这个后备箱的实用性还不错 左边还有12伏的电 OK 坐进车里面能感觉到特别浓郁的科技的感觉 中间是一个10.25寸的全眼睛的仪表 这边是个10.1寸的娱乐的屏幕 外加这种硬折线 包括这样的一个材质 总之年轻人肯定会非常喜欢 包括左边这种大面积的平面的 这叫什么 这种类似于超高级的玻璃的材质 或者是高级亚克力 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车 内饰的科技感 我觉得非常符合这个车年轻人的定位 座椅有点硬 这个阿根塔罗这样的材质的座椅 坐着你有点像那种赛车座椅的感觉 对于我现在这种比较大岁数人来说的话 就不太喜欢了 我喜欢那种软轩轩的座椅 好 现在前排座椅调整我这个要距离了 我看一下后排 后排空间对于2680的尺寸来说的话 一拳多吧 就不到两拳吧 卡着死死的 一拳多吧 中间中距这个空间 座椅吧 就是这个感觉真是 这个材质年轻人会很喜欢 但是这个太硬了 太平了 座上没有任何包裹身体晃来晃去的 所以这个前后排座椅 为了年轻人所谓的营造那种 赛车座椅那样的触感 但是赛车座椅除了这样的比较硬的触感之外 人还会有包裹 但是这两排座椅都没包裹 所以就感觉的 这作为一个大平板 座椅是我对这个车最大的一个差评 其他还都是挺不错的 尤其中控屏跟中控的风格 是符合年轻人的想法 好 我们去看别的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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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